你好 我很清楚啊 為了要能夠做到一些創新 你必須呢 先成為一個領域的專家 然後呢 你去縱攔啊 這個領域的 大環境的現況 就像 我想要從事 網路行銷 或網路創業 或玩賺 那我就先去看一下 這個大環境的狀況 然後找出呢 需求或不足的地方 然後你就提供 給他人 他們需要的服務或產品 基本上呢 台灣轉售權第一站 就是在這樣子的 背景之下成立的 那這邊呢 我想要讓大家 更深入的了解 為什麼我要成立這個 網站的一個 簡單的來龍去賣 以及呢 我們採用的模式呢 是 這麼的獨特吧 好 所以啊 其實齁 像我以前在做傳銷的時候 那時候就看透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其實齁 就只是把獎金呢 逐步的 呃 分給 下面的人 就是分給你而已 舉例來講 例如說 傳統來講 例如說 我可能賣一個 100元的商品 那我假設我能夠賺75元 所有的利潤 那其實我大不 我 我大可可以把 就是50元 當成佣金 送給那個 銷售員啊 那我自己公司還有 活力的25塊吧 這基本上 傳統的 呃 商店啊 呃 賣東西的啊 他們都是這樣子 但是呢 傳銷的制度不太一樣 他呢 一口氣啊 就把這50元給你 他把它拆成幾個階段給你 你看喔 例如說 我 我現在有50塊 的 利潤 我想要給你 但是我 一口氣給你 我先給你25塊 然後我說這個叫做 你直接推薦獎金 直推獎金 然後呢 我告訴你啊 如果呢 你現在沒有發展主持 你有找下限啊 然後你達到 我們的規定啊 我就再給你10塊錢 所以呢 現在50塊呢 呃 給你25塊加10塊了 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啊 只是你會有一種錯覺 你會覺得說 欸 那是因為我有發展主持 我才拿到這10塊錢 所以呢 是下限在幫我賺的喔 所以我是 這樣子你就會覺得很爽啊 然後呢 他接下來又說呢 如果你做得夠大啊 那我就給你全球分紅啊 或是什麼地方分紅啊 或什麼 然後就慢慢再把這 這剩下的 25塊 15塊錢給你 換句話說 從頭到尾給你一個25塊 10塊 15塊 總共我還是給你這50塊 要是我可以做的啊 就是 讓你覺得 欸 這好像是一種持續性的收入 這好像是被動收入 所以這基本上 就是傳銷的一個想法 他們把原本要給你的50塊 拆解成好幾個階段 讓你慢慢拿 然後讓你覺得啊 是下面的提損 但是實際上啊 這並沒有 直接給你50塊 這麼直接 這麼簡單 所以啊 從頭到尾 這個公司 就是給你50塊獎金而已啦 那 他就是慢慢給你 然後呢 再幫你 再告訴你說 喔 這樣子你輕鬆一陣子 然後就努力一輩子 這其實就是這樣子 我沒有說這個制度不好 我也不是在這邊批評 我只是在強調說 這個就是他們的遊戲 他們覺得一次給你50塊 太簡單了 而且你也覺得 痾 痾 這樣子沒有持續性的收入 所以他們就慢慢的 賞給你這樣子 好 但是啊 我並不想要在我 成立的網站呢 去玩傳石橋 我們也不想要 成立一個傳石橋的公司 來搞 搞這麼複雜的組織 那 所以呢 我就把一切 簡單化 我是把獎金制度分成三種 就是 而且 都是 一次就是抽 一次的 沒有主持就對了 所以免費會員 他就獲得10%佣金 月角會員 他就獲得50%佣金 終身會員 他就獲得 所有的佣金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研究一下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先啊 再幫一間公司 賣一個產品 不管你是賣車啊 賣保單啊 賣保險啊 賣健康食品啊 還是賣什麼 都好啦 那 你現在想一下 你替公司賣 啊如果呢 你現在賣出去的 產品啊 然後 你會獲得到一些 利潤嘛 公司會賺一些錢 那如果今天啊 公司啊 把這個利潤分給你一半 那你是不是覺得很爽 一半呢 那 這基本上就是 我們的月角會員 你 你賣出去的 你獲得一半 我給你評分 但是啊 如果你今天想像一下 如果你今天呢 所有賣出去的產品 公司 都不 賺半毛錢 而且 就好像公司替你製造產品 然後你去賣 然後賣出去的錢 都你的喔 那 也就是說 公司替你生產 公司替你收付款 公司替你處理客服 的一些電話的麻煩事 公司還替你提供生活服務 然後呢 你賣出去的產品 全部賺的錢 都你的 你覺得這世界上 有這麼好的公司嗎 應該沒有吧 沒看過 台灣的船資料公司 都不是這樣玩的嘛 誰 誰會幫你製造生產 然後做收付 然後最後呢 錢都你賺 對 但是 這就是我 成立 眾生會員 的目的之一 這就是我們眾生會員 會獲得到的東西 也就是說 他替我們公司 他替我們的網站 賣出去的 全部的利潤都是他的 這個就跟傳統上很不一樣喔 那你 你現在再來想像一下 如果呢 你今天 介紹人啊 加入你們公司 例如說你現在做傳銷 介紹下限 然後這個下限呢 每個月要付2000元給公司 去買一些產品 這樣子 那他才有資格繼續 繼續獲得經營券 那現在呢 現在神奇的是公司呢 把這個下限 把你介紹這個下限 每個月交給公司的錢 全部都給你 啊公司不賺這樣子 哇 那你覺得這是怎樣 就是 這樣等於是說 你介紹的人 他不論呢 成為你的下限 就是成為這個經營者呢 還是呢 他成為消費者去 買你的產品 那公司都把這個人 李太太的人 所有的利潤都給你 你當然會覺得很爽啊 等於這個公司半毛都沒有 他等於替你開公司 然後你只要找人來 然後這個人啊 公司完全不賺 然後他替你承擔一切 服務他的成本 噢這個就是 我們眾生會員的權利喔 這個是不得了的 而且啊 不僅他賣出去的都是他的 如果他今天替我們的網站 介紹月角會員 每個月交兩千塊 那取得50%用金的權利 那 那麼他介紹這個月角會員 其實每個月交的這兩千塊 我們都是直接 給 那個介紹的人耶 我們不抽錢耶 當然我們只負責一些金流上 或有一些交易的手續費扣除之後 其實所有的金利潤 都是 眾生會員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聽得懂 我上面的解說 你一定會問我 欸啊你 你們網站賺什麼 那不是都被眾生會員抽走了嗎 沒錯啊 那其實齁 我們網站 那在我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呃 呃 好吧 我們現在就來回答 其實我賺什麼 我賺什麼就是 就好像你投資一個失業 那眾生會員就是 繳一筆錢給我們 那等於是我們的投資人 那我們就願意替他做這麼多事情啊 這個就是 這麼簡單的道理啊 他投資我們 然後 我們就給他這樣 只是我們給他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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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啊你再想像一下 如果啊現在這間公司啊 他不僅把所有商品的利潤都給你喔 而且你加入的時候 但是公司的負責人 董事長啊 還願意花至少十個小時 來幫你做顧問諮詢 而且他教你啊 怎麼樣賣他們公司的產品 怎麼樣進行這份事業啊 然後回答你所有在這方面所有的問題 而且甚至他還替兩聲訂說 你需要的專屬的課程 然後還由他親自來教你 而且不只他教你 他還把你教學的過程錄影下來 然後讓你回去可以再一再的複習 就會如何 公司的負責人 這個老闆 親自教你如何經營這份事業 他給你的這份事業 利潤都你的他還教你 這樣不是說 就算翻了嗎 不是 而且啊 公司還告訴你 你加入終生會員啊 你加入我們的會員之後啊 你什麼都不用買 現在呢 公司所有現在的產品都送給你一份 而且未來所有我們生產的產品 都免費給你一份 這就是我們 給終生會員享有的權益 就是全部都你的啦 公司的產品也是你的 你介紹的人都你的啦 而且 現在是由我親自 教他如何做這份事業 而且我親自的回答他所有的問題 在全台灣啊 我相信 而且事實上應該是這樣子 我們是第一個 採用這樣子的商業模式的 網路行銷的 觀戰 以及我們真的願意給這麼多的人 你好好思索一下 現在還不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呢 幫助你比較一下 事實上 呃 我們來簡單看一下台灣的網路行銷的市場 你知道在台灣啊 網路行銷的課程通常有多少嗎 如果你有上過你 應該知道 至少都是兩三萬奇蹺 可是 我們 試想一下 你上完這一堂 可能一天兩天的課程 學完之後 他有給你一份商機嗎 他有給你一份事業去經營嗎 他有給你什麼代理權嗎 沒有 那學完之後 你就會實踐這裡頭所有的知識嗎 哦 大部分的人 沒有 那學完之後 那個獎是願意 呃 一對一聽以上 至少十個小時的課程嗎 你想都別想 他一對多 然後一次呢 一個人收兩三萬 然後一次二三十個人 他一次就賺幾十萬 這個就是 為什麼培訓業這麼賺錢的原因嗎 他怎麼可能會願意一對一聽以上課 所以 這個基本上就是 講師賺錢的方式啊 那這樣子既然我可以賺大錢 我幹嘛 誰可以一對一教學啊 可是好啊 如果你要 請我來當你的顧問 來啊 最起碼實行三千啊 我還有看到有人開到兩萬啊 不然你就別來找我啊 所以 在台灣 真的有實力的人 真的很厲害的人 他們 才不肯 一對一教你呢 他們寧可去開一個課程 然後每個人收費收個幾個萬 然後一次 撈一筆 那你上完之後呢 怎麼辦 我是有看過 比較有良心的講師 這應該是最有良心的 就是 他保證你至少可以賺回來你的學費 不然全額退費給你 或者 他給你 終身免費復訓的服務 讓你保證學會他說的 但是保證學會 並沒有保證賺錢喔 這些承諾 都只是 保證 頂多沒有賠錢而已喔 那商機呢 事業呢 不好意思 你 你 你學了我的知識 請你自己去找你的商機 我跟各位分享齁 就是 在台灣啊 在網路行銷裡頭 你要找到你專屬的利基啊 你的藍海的市場啊 這是最最最困難的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 那麼多人去依附在別人的系統之下 去推廣別人的產品 去做聯盟行銷 要能夠找到自己專屬的定位 可以生產自己的產品 產品 或服務 根本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 在國外 即使在國外這麼成熟的市場 95%的人都會失敗 那在台灣呢 肯定啊 我相信 我連個統計數據都找不到 基本上 我相信99%以上的人 根本從來沒有在網路上 賺到足夠多的錢 所以即使在台灣 你有辦法透過網路行銷 要賺到上班族的收入 會已經覺得你很厲害了 那真正賺大錢的人 就跟傳直銷 那個最最上頭的人一樣啊 真正賺大錢的人 就是開課一次收了幾十萬這樣子 那下面的人就是一直在付錢 這個很不幸的 就是我們台灣網路行銷界的 目前的狀況 但是啊 你現在啊 你同樣的 去把你上那些網路行銷課程的那兩三萬 你給我 然後成為我們的總生會員 其實我給你本在目前所有的產品 還有未來所有的產品 那個就是我給你的訓練課程 是吧 因為我這麼努力的在寫書 製造產品 然後再製作教學 其實那就是我要給你的訓練課程 但是為什麼我寫成電子書 製作影片 然後用這麼便宜的價錢再賣 那是因為 我不想要跟你收那麼多錢啊 很簡單啊 我想要讓你知道 你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 就學到這些東西 如果那些課程我要來塑造的話 誰要寫書啊 你在台灣 我請你去觀察一下 去書店找找看 有多少台灣從事網路行銷的講師 有出書 好 其實有 出幾本 我目前看到的齁 都是手指頭數得出來 大部分都只有出一本就很厲害了 兩本就很厲害了 對不對 對啊 原因何在 他們為什麼要 他們上 他們上 開個 開個訓練 然後一次可以撈個數十萬 那為什麼要 呃 出書 然後賣兩百塊 然後免費告訴你怎麼 他們授訓裡頭的一些內容 所以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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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分享的問題 這是概念的問題 通常啊 書啊 基本上是賺不到什麼錢 但是呢 我現在 反正簡單講 我不想要一開始 用這種模式賺你 賺你一大筆錢 我就是決定 我很努力的寫書 然後我很努力的製造教學影片 然後 我把 這些價值用很低價的方式 來提供給你 這樣子一方面我可以取得你的信任感 一方面 你也可以在 沒有幾乎零風險的情況之下 來看看 我能夠帶給你 教你多少東西 可是啊 現在不只這樣子 如果你成為終生會員 我還 送你 我就把這個轉售權的商機 這份事業 這個網站 的商機 就直接送給你了 網站我替你教好了啊 所有東西 而且產品還是我開發的啊 那現在呢 你只要負責介紹人 那 所有的利潤都你的 而且我還親自教你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是網賺的新手 都還從來沒有賺過半毛錢 或是只有賺他們微薄的一些聯盟行銷的收入 所以還親自呢 我願意花10到16小時 我目前 呃 特價 我有時候優惠16小時 那 現在是 可能12小時 以後可能就沒有這樣子 但是我親自 我願意去了解你 你就像我股東一樣 你願意通知我 那我就願意花這個時間去了解你 我非常重視每一個眾生會員 所以我願意額外花時間在你身上 那我教你 如何去經營你的網路行銷事業 如何經營本站 本站的事業 如果你想要開發其他的事業 我全部請來享受 我用了工具 我用了一切 而且 我教你的所有的教學 例如說在電腦螢幕上操作 全部都會把它用螢幕接取程式 去把它錄影下來 事後你都可以一再的觀看 你其實用膝蓋想你就知道 我大概給你多少東西了 這是在台灣的網路行銷節 事實上在國外的網路行銷節 也沒有人肯給你那麼多東西 但是因為 我們這個晚上剛開始 我是非常非常看重這個市場 而且我相信這個市場會 以後一定會蓬勃發展 這是因為 這不是我自己講的 而是 我就 我就不講是誰了 但是我跟你報證 轉售權市場 以後在台灣絕對會發 那如果你去觀看我們的免費課程 我就會告訴你 為什麼在台灣 還沒有人開始做轉售權市場 我們是第一個 專門在做轉售權市場 原因其實你可以去看我們的免費課程 但是還不只 但是還不只 我等於是耗盡了所有在 過去在網路行銷所累積的資源 我一口氣全部送給你 一口氣中聲會員 或月角會員 我每個月都給你 免費的網路行銷的圖庫 讓你呢 去拿去加贊用 而且有些還有轉售權 可以自己拿去買 我們每個月呢 再幫你精挑細選 一些英文的轉售權產品 所以呢 你可以自己閱讀 如果你英文OK的話 或者你想要做 AutoBlog啊 自動化的那個 那個 那個Blog啊 想要去賺那個 國外的 呃 晚賺 晚賺的市場 那我給你免費的轉售權的產品 讓你好好去發揮 而且啊 我還錄製了一個影片 教你啊 我怎麼用一塊美金 買到八千七百塊美金 產品價值的 一支影片 一個個案研究 這個技巧是 如果你真的要 經營 國外的晚賺 你購買技巧很重要 我知道 有一些人 花了數十萬 他們都會在說 誒我花了好幾十萬 甚至上百萬去學國外網 入行銷的 的的產品 你知道嗎 我從頭到尾花多少錢 我大概不敢跟你講 因為 因為太少了 我有辦法 我總是有辦法 用很便宜 的價碼 買到 非常非常非常高 價值的 訓練課程 所以這支影片 是我免費 教你的 一個方法 而且我這些年來 我收集了真的是好幾千頁 上千頁 美國的也好 其實美國還不是重點 英文的你一般看不到 其實最主要是 他錄的 跟台灣的一些 網路行銷大師 或高手 那他們 提供的一些 免費的訓練教材給你 你放心喔 這不是我偷他們的 課程來的 這都是他們有授權的 有超過 上千頁喔 一兩千頁喔 你要先去準備 所以我每個月會 會逐步的 提供給你 然後啊 我們所有 出版的產品 跟電子書 全部都提供免費 重生更新 因為網路行銷的市場 是一直在通勃發展 是一直在更新的 所以 我們為了保證我們 諮詢不過是 所以我們提供 給所有的會員 沒有只有給月角會員 跟重生會員 不是所有會員 電子書免費 重生更新的服務 而且還有一個我們剛才講的 如果你成為月角 或重生會員 你會免費的獲得 本站目前跟未來 所有發行的產品 是未來發行的產品 你也會免費得一分 最後還有一個驚喜贈品 這個是你要加入才知道 這個時候我不講 我覺得它的價值非常之大 所以啊 我相信你到這裡 你應該就會很清楚 我曾經這個網站的目的了吧 基本上很簡單 我就是希望呢 能夠幫助啊 想要從事網路 創業的人成功 而且我提供了 眾生會員的機制 或月角會員的機制 讓他們可以直接代理 或享有或辛苦 架設這個網站的成果 我讓他們直接有權去 去販賣我所有的產品 而且獲得全部的利潤 就相當於這個網站 就是他們的啦 而且我還願意去複打他們 幫助他們成功 而且我這些產品 全部 基本上我目前 著重的都是網路行銷的訓練 等於我免費送給你 所有的訓練 我辛苦學了 然後辛苦把它寫下來 這樣子 我相信 我的 終極目標就是要打破呢 這個完賺 99%失敗率的魔咒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辛苦 就是因為他一直花錢學東西 卻沒有找到自己的定位跟利己市場 卻沒有辦法開發自己的產品 然後呢 都在做點縫行銷 賺到6%、2%、3%、4% 什麼幾%的獎勵金 這樣子怎麼賺錢啊 這樣子有辦法賺到30萬 我已經覺得他是神人的 他超強的 可是我現在透過 終生會員的機制 我給你百分之百 而且 如果你介紹月角會員 你每個月還有持續性的收入喔 月角會員繳的兩千塊幾乎都是你的喔 你介紹五個人 五個月角會員 你每個月就可以另一萬塊喔 等於是我完全 給你代理 的網站 我不知道我以後 當我網站很大的時候 會不會繼續提供 終生會員的 的這項服務 也許會 也許不會 但是呢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我現在提供這麼多東西 給終生會員 而我的價碼 目前呢 訂的價錢呢 是遠遠 太低了 所以我們日後啊 會逐漸漲到 我覺得四萬塊才是合理的 現在可能只給三萬塊 甚至有時候還會有更低的折扣 因為我等於是把我 所有 學到的 然後在網路行下的這些資源 毫無保留的 幾乎全部都給你了 幾乎沒有按卡 當然我學了更多啦 我在這個網站上 著重的是轉授權這一塊的專長 對不對 那當然我還有其他專長 我不能說我毫無保留 我所有的東西都會寫在這裡 然後都可以用 沒有這是謊言 這不是事實 但是我把我轉授權方面的 一些點子 一些想法 還有我在很多領域 在網路行下 其他領域都寫成電子書 錄成影片來教學 就是希望這樣子 可以幫助你至少 節省掉 你摸索 然後製造產品的時間 如果你自己已經有經驗 你自己有晚站 甚至你自己充斥傳自銷 或在網路上做在家工作 你會更清楚 你在台灣是找不到這樣子的東西了 非常非常非常少 而且還是台灣本地人創 這個更少 所以啊 希望啊 你現在就能夠採取以下的行動 如果你真的覺得我們的商機不錯 請你現在就成為我們的終身會員 而且現在可能有特價喔 仔細看看我們的網站 看有沒有特價說明 那 如果呢 你還 不太了解我們的獎金制度 像我剛才也沒有講那麼清楚 那 麻煩你 觀看一下我們的獎金制度 大概40分鐘 那如果呢 你啊 不太了解我們的 整個網站的一個產品的 完整的介紹 那請麻煩你 點擊 產品介紹 我裡頭錄製影片 有一個非常長的銷售信 大概花了一個多小時 有包含 將近兩個小時 有包含獎金制度 都有應並說明 這個你就可以了解 這整個 這個 轉售權的市場 的商機 那或者你可以去看一下免費課程 但是至少請你成為我們的會員 免費的會員 然後呢 去下載一下我免費送給你的書籍 還有產品 然後去看一看我們的聯盟行銷 訓練中心的一些影片 就是不要讓這個機會就 從你的手上流走了 因為我知道 我其實非常神之人心 有一些人呢 他看這個東西覺得不錯 然後就 關掉 完蛋然後說 以後也許 再說吧 就過去啦 好 輕輕的來 然後 就輕輕的走啦 不留下一片痕跡 反走過 不留下痕跡 麻煩你 至少成為我們的 免費會員 這樣以後呢 你想要聯絡我們 或我們有最新的消息呢 我們也可以通知你 至少麻煩你採取這個行動 如果你沒有成為會員 下一次你回到 又逛回來我們的網站 不知道是幾個月後 你才看到 到時候 可能你現在看到的 這個優惠就全部都沒有了 到時候後悔 就待不及了 所以這是我給你最 最真誠的 最真誠的 建議 至少 留個資料給我們 以後讓我們還有機會 可以聯絡到你 好 謝謝 那這個賴喇喇講了快30分鐘 希望呢你 現在可以徹底的了解 為什麼我要 花 這麼多功夫 我要設計這些獎金制度的來由 這不是什麼畫大餅啊 這不是什麼 如果真的要撈你錢 我就不會用 我幹 如果真的要撈你的錢 我就不會 採取這樣子的獎金制度 給予終身回原所有的利潤了 如果真的要撈你錢 我就根本就不會穿終身回原制度了 我也不可能花16個小時 想看像家俏一樣 一對一這樣帶 或者是花10個小時 想讓我幫你開個人的演習班 就不會了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說的話 麻煩你自己去觀察 甚至呢 買幾份我寫的書 我們的一些產品 來感受一下 那看一下關於我 了解一下我的為人 甚至到我個人的網站去看一下 我寫的文章 你會發現 我並不是 想要撈一筆 然後就撈跑的人 我是很真誠的 把這個當成是一份事業 來經營 那我也希望 你能夠成為我的夥伴 然後讓我有機會 能夠跟你切磋 跟你分享 要怎麼樣 真的 可以再往路上賺到錢 好謝謝 我是董正龍 台灣專授錢 第一站讚讚 最後一次就跟你分享到這裡 掰掰 謝謝 謝謝